新開幕的無印良品鋼三門市 它是全台第一間路面店 它有700坪 是全台最大的門市 這也真的太酷了 顛覆我對無印良品的印象 嗨 大家好 我是好想去我的Heaven 我是阿里蘇蘇生 我們今天來高雄拍攝 然後呢 想說順便來帶大家看 新開幕的無印良品鋼三門市 它是全台第一間路面店 終於在8月8號新開幕 它有700坪 是全台最大的門市 其實我們剛剛一來就看到超多人 大家都搶先來逛了耶 我們今天已經算是有一點慢來了 他們除了很大以外 也因為疫情的影響 特別以食語氣為主題 打造一個全新的餐飲服務 大家跟著我們一起進去開箱 我們現在走進來這條 就是這裡最主要的一條道路 可是其實一進來 就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 這邊的道路間隔 比之前在百貨公司裡面的那些店面 都還要來得寬 考量到會有一些家庭客 集體出遊的需求 所以這樣子會讓大家逛起來 就感覺到很舒適 就往裡面走一點就會發現 其實在這個走道中間 他們都有很貼心的設置椅子耶 我白天坐在上面有那個 寶寶 對 我們下到它的家具的區域 因為以往的百貨公司空間有限 所以沒有辦法把很多的商品 都一一排列出來 它後面還有那種清格間 這些熱賣的商品 全部排列出來 就覺得哇很療癒 它這裡光是家具的擺設就高達45點 超級大 小朋友就滿喜歡買 他們的寢居或是床房 對對對 這樣就可以直接坐在上面 感受一下摸看看 而且近幾年那種無印封就是很流行 如果你是無印封控 那這裡一定是你的天堂 它全部都幫你擺出來了 令你的喜好是更好做選擇 在這裡他們也特別規劃了一個 家具諮詢配置服務耶 就是把家裡的平面圖提供給他們 他們就會幫你規劃好 要回家再擺又是另外一回合 對對對 我們一般人可能也比較 有一些細節沒有辦法考量到 服務很讚耶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區就是童莊區 有聽到聲音吧 他們很貼心在童莊區旁邊這裡 打造了一個15坪的沐浴廣場 然後它裡面就是一個 給小朋友遊玩的親子空間 可以看到那邊就有一整盤 全部都是繪本的區域 就可以讓大家免費閱讀 然後也可以增進一些親子的感情 而且旁邊還有這兩面黑板 黑板就可以讓小朋友 哇 看來他們玩得很開心 小朋友可以在黑板上面發揮創意 其實不只是讀書也可以畫畫 我看到小朋友在那裡玩螺絲 其實它這個大有來頭 因為這個是 喜歡回收木頭製作出來的木石田 你知道為什麼是螺絲嗎? 因為他們希望透過寓教育 就讓小朋友了解到 岡山就是台灣 螺絲重要產地的一個地方 梅花米圓桶 這也真的太酷了 顛覆我對無印良品的印象 走出沐浴廣場就可以發現 另外一個亮點就是專賣零食的自動販賣機 我覺得他們也很貼心 剛好沐浴廣場跟食品賣場的設計就是對角線 所以他們這樣子就在這裡放一台販賣機 讓小朋友如果真的玩累了 就可以馬上有東西吃了 看一下賣什麼 無印良品裡面很熱門的一些零食 我最喜歡草莓米花糖 還有這個迷你拉麵也超多人吃 我們現在要講三個 這個良品市場 這也是所有無印良品最大的良品市場 我們有20品 將近500種品項 還有冷藏食品 跟冷凍食品 我以為兩品有問題 請這樣吃 好像在逛全聯喔 而且最近都沒有通過他們 產銷履歷的在地農產品 但是地瓜就有好多種耶 他們這個花也太可愛了吧 他們的日製食品 可是很特別耶 抹茶耶 很酷 沒辦法想像它的味道是什麼 這區真的太酷了 很不像我在無印良品 我們現在繞過來之後 發現一區很特別的就是這個 酒品專區 不過我來介紹 有點怪怪的 感覺應該要是蘇神來介紹 他應該會看到 哇這區也太讚了吧 但其實他們這裡最大的亮點應該是 他們這次有搶先發售在地水果啤酒 是用高雄大樹的浴和包跟燕草 芭樂去做出來的荔枝啤酒跟芭樂啤酒 不過呢 已經賣完了啦 對 因為這個真的是太夯了 他說會在禁但是不確定是什麼時候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喝的話 一定要密切關注 要不然那種感覺是一上家就被搶光了 我剛剛又找了好久 因為我又找不到那個義式冰淇淋 所以就只好再去問 他說也都是放在冷凍櫃裡面 如果沒有就是也全部賣光了 如果大家是沖著冰淇淋 或者是水果啤酒來 可能要再緩緩 等到他們進貨好不好 那在這區全部都是賣麵包 而且那是他們第一次賣麵包 因為他們發現附近沒有歐式麵包 所以他們就特別進這個麵包櫃 看起來超好吃 他真的看起來超好吃 而且他又有荔枝又有草莓 所以我們就要買一個 超柔軟麵包 這個好像也很多人說 很燙耶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顏可頌 這個已經沒了 沒了 我剛剛也找不到 很多都空了 還有就是台灣龍眼地高雄風橋麵包 是他們這個主打上面 但是 也賣完了 應該很多人來鋪空的 但是我覺得這間店很特別 也是可以再來第二次 他真的有補水站 就是你口渴的可以自己裝水來喝 然後旁邊這個是賣的那個水瓶 但你也可以帶自己的水瓶來這裡裝水喝 沒有人想要喝水也可以泡茶 繼續來逛逛 這裡太大了 這是我們第一支影片裡面有那麼多人 他們不是有咖哩包很熱賣嗎 他們的咖哩其實就是都用他們的咖哩專用餘製作 我們等一下最後也一定要去吃一下 這個就是咖哩燉飯專用餘 然後這個是炒飯專用米 那分超級新的 差別是什麼啊 太強了吧 這種米可以比較吸那個湯汁 這樣米就比較入味 然後這種就是會比較粒粒分明 好專業 專業耶 那這樣一包多少錢 59 這種對米非常的要求 可以吃可以買 它其實是REPOC 希望你可以支援共享 因為無印良品有很多丹寧或是玻璃系列的產品 如果你有買過玻璃清潔完畢 就可以來這邊讓他們回收 然後這個是丹寧系列 他們都是跟台灣很知名的品牌合作 旁邊這裡是食物共享的區域 有時候你可能真的會買到一些 自己沒有那麼合口味的食物 可是它如果還在校期內 又沒有開過的話 就不要丟掉這樣太浪費 它這有分一些類別 像即時罐頭啊 罐裝食品 這些他們就會把它整理 交給交付基金會 就可以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家庭 就在REPOC的旁邊 這應該是他們這一次的廣告宣傳單 然後很可愛 這裡有一角是可以讓小朋友互動的 它是那種數字連連看耶 我小時候也超愛玩的 它是弟弟和妹妹畫的 應該是妹妹吧 它畫得很可愛耶 寫出來會變成一個休憩的氣 因為岡山門市就是以食與氣為主題 所以這樣走過了這裡 就也有一個附近的地圖 所以大家來到這裡也可以看一下 你有沒有想去的地方 岡山門市在這裡 然後捷運站啊 台灣螺絲博物館 岡山的螺絲 阿公電水庫跟岡山之眼 這兩個也都是岡山很有名的 要回到他們的家 它是這裡有手作樂土盆栽 它這個盆栽特別用阿公電水庫的淤泥 這個水庫改良在製作的 而且這種盆栽很特別的 是它的材質地 一般的水裡還要再更透氣 更適合作為磁水家 也是高雄的營養品 第一間有在賣樂土盆栽 其實學台第一間是美麗華石店 就希望初心者也可以很容易地去種植盆栽 小小一個感覺也蠻適合放在辦公室 全台首腿可以自助結帳的機台 這個也是這一家無印良品的一大亮點 雖然現在很多亮飯店都有 但這裡就是第一家無印良品有的 我們來嘗試看看 我現在要開始自助結帳 但其實我們剛才已經站在這裡一下下 因為我一直想說 我的麵包沒有條碼頭 換...在這裡啦 我的是冠軍麗香草莓 所以...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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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買這麼多個 他這個不小心掃到兩次 下角要確認清楚 掃描完成 付款 請要加人數 結帳成功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自助結帳有一些注意事項 就是剛剛他進去之前 工作人員有先提醒 自助結帳沒有辦法累積無印良品的點數 對 所以如果大家一定要累積的話 就只能去排人工結帳 還有一些像是集齊品或是酒類 也都不可以自助結帳 我們現在還要接著去吃另外的東西 最後一個亮點 就是這邊的咖哩 五一瓶咖哩應該是大家都知道很好吃的 我們現在就直接坐在裡面吃 耶 大家終於看到我的臉了 這是他們吃飯的地方 其實我剛剛看一下座位還滿多的 有很多區域有65個座位 然後我看一下他們這裡的菜單 其實最主要當然就是他們的咖哩 有本日咖哩 還有漢堡牌咖哩耶 除了咖哩以外也有提供咖啡茶飲蛋糕 還有啤酒 我剛剛要問的比較仔細 因為其實這個漢堡牌咖哩也是用本日咖哩去做的 就只是多了那個破菜雞肉漢堡牌 然後因為如果兩種口味 那我們就各一個 就是一個是原本的 一個是有加漢堡牌的 然後我們剛剛討論 決定要再多點一個千層蛋糕 然後我們要趕快開動啦 結果它兩個差別 真的就只有這一塊蔬菜漢堡牌 所以大家如果沒有想要吃漢堡牌 就直接點這個本日咖哩的就好 我現在這個是奶油雞肉口味 然後它上面除了有咖哩的部分 旁邊還有一些甜椒啊 然後紅蘿蔔跟地瓜 這地瓜應該就是剛才旁邊賣的那個 然後我的是馬芝曼 我的這個有漢堡牌 這個跟它上面說明一樣 非常地菜式 有野奶香的咖哩 很好吃耶 可是我吃得不像是蠻的 我的那個番茄味很濃 剛剛那個介紹是說有一點奶油 可是我是覺得那個番茄味濃到幾點 我比較懷受不到奶油的味道 三種番茄 三種番茄 這個我喜歡的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在剛疫情節這麼好嗎 想要買體包純再加一次 我以為它真的蠻濃的 整個吃完應該會想要配水 來吃看看它的包牌 這個包牌是那種要蔬菜味的那種 感覺非常地敬念 這個好吃 嗯 我也覺得很好吃 還有我們剛剛買的麵包 麵包貝有在服製新鮮吃的 就是我去參加這個熱門主打的還是不一樣 你只要聽到廣播它就說 麵包商店鮮爐囉 大家可以趕快到兩近市場選擇 就趕快了 這個真的好大喔 這一顆有200 然後上面還寫 它的名字感覺很欠買 我這個是超柔軟吐司 它好像吐司的麵包味跟奶香味都很重 嗯 它真的有超柔軟耶 哇 嗚嗚嗚 這個是草莓果醬的感覺 這個有料理嗎 這個好好吃喔 還有廣播說 加鹽然後翻盤薑飯這碗碟的 還好我有買到 這個真的很好吃 它第一次有一個草莓的顆粒感耶 我覺得這個味道就真的是新鮮草莓 去做出來的那種果醬 它真的有荔枝的味道耶 放到嘴巴裡面去攪和 非常濕潤的 會越攪到溫暖口水一起濃在一起 就會很乾 它還有放一些 鮮果和泡喔 所以就會有一些口味感 喔 它也會 它也會回彈耶 讚耶 我覺得很好吃 荔枝跟草莓的香氣都好濃喔 而且這裡的紅茶 我剛剛本來想要點紅茶 我來可是賣完 大家真的要找一點來 它有好多東西都很快就賣完喔 這個可以調甜度嗎 它就沒有問我耶 它喝起來很像紅茶耶 你覺得就是無辣嗎 這個紅茶有點像古早味紅茶的味道 就也不會雷 但是你可能會想要買一個東西配著喝 以紅茶來說它應該可以更棒 我們還有一個天成蛋糕 我最喜歡前程切掉現在一層一層的感覺 我們在下樓梯 我覺得這還算不錯吃 它130元 它有超乎我們的期待 所以沒有想到 無印良品的前程蛋糕有陣戰的 耶 我們吃飽喝酒離開無印良品了 你不愛無印良品吃飽喝酒 好酷喔 我們第一次來這個地方 我也是耶 我會想再來耶 感覺很好逛 有一點像那種很大的Outlet園區等等 就有很多不一樣的品牌 然後你可以逛很多的東西 對 它主要就是這個 無印良品路面店 那個全排第一家 所以我們就想說今天來開箱給大家看看 嗯 其實它有蠻多亮點的啦 對以往的無印良品不太一樣 而且我覺得它麵包讓我印象很深刻 尤其是那個超柔軟吐司的話 有在吃 我覺得你吃第一口真的就覺得 哇 這跟別的地方的吐司不一樣 無印良品不是只有咖哩好吃 有麵包都好吃 嗯 很酷耶 我覺得這件真的是 無印封控 真的是一定要來朝聖的新店 我覺得很大 大家要預留多一點時間 因為今天我們已經 留兩個小時要來開箱 其實時間還是有一點不太夠的 而且這裡還有影城耶 你可以逛完之後 還可以去看電影 哈哈哈哈 哇 這真的很棒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看完要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想看我們影片 就記得下面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就要下次見 掰掰